我同台上也有比较熟悉的 你一天无人都会有压力啊 是不是为了早点走来 然后去试点东西 怎么为了我要好准备后面的舞台 对的 我觉得去年深深的舞台 就让大家很多预想深刻的 今年的舞台呢 怎么可以提前扣了一下 这次的表演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然后非常有意义的舞台 对 然后怎么说呢 里面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我现在去做的话可能不太好吧 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安静的 来感受这个舞台 是不是 万众期待的华语乐坛 国民级音乐年终盛典 第三届TMEA盛典 即将于12月11号 在中国澳门盛大起目 盛典首播官宣了包括周杰伦 五月天 刘若英 时代少年团 薛之谦等在内的华语乐坛 顶级嘉宾阵容 将第三届TMEA的含金量 推向高潮 第三届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已经集齐了众多海内外音乐人 网友纷纷感叹 这是要集齐整个华语乐坛的声音 唱给我们听吗 TMEA盛典周深能否再次斩获最佳 一副剧抛嗓唱进影视剧热播榜 一枪天类之音唯唯唯到来是情声 2021年由周深和孙楠共同演唱的《国际歌》 是TMEA联合腾讯影业和新华社共同打造的电影《1921》主题曲 一经上线 在TME三平台强势斩获100万的收藏 时针回播到年初的第二届TMEA盛典 首捧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奖杯的周深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化身孤岛的精》 与《和光同城》的舞台 TMEA盛典虽然才举办两届 含金量不算高 但是大小也是荣誉 只要不屈服于流量 那么还是有机会的 从目前公布的两轮嘉宾名单中 有望获得最受欢迎内地男歌手 以及最佳内地男歌手的个人认为 也就是从这五位当中 分别是周深、汪苏龙、薛之谦、毛不易、华晨宇 在你心中会是谁呢? 第三届TMEA盛典 天籁歌者周深 又将有怎样的惊喜 听觉神经已经躁动 深深再次参加TMEA音乐盛典 希望周深能多唱两首歌 讲不讲的不重要 第三届TMEA盛典 以让我为你唱首歌 Sing for Music为主题 希望通过这场极其亿万乐迷热爱的音乐盛会 至今2021年负重前行的平凡与伟大 时代高光时刻 以舞台音符的形式 铭刻在国民记忆里 那风说我是来自耕耘的浪漫 宽广的大火 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 奋腾向前的大墙 来自高山的步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